现在蓝白和卡关 双方针对民调中的误差范围 认知有极大的落差 对此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林宽玉 昨天受访时表示 绝对没有民调让分这件事情 这绝对是政治作战 这两天一直有很多人在说 中国国民党是怎么样欺负台湾民众党 我们用什么几%几% 我必须很坦白地跟大家说 绝对没有这件事情 这个绝对是所谓的认知作战 他们到了会议室里面 非常明显的就是要来推翻当初的协议 绞尽脑汁说这个不能算 那个不能算 然后再来说这个是这样子 那个是这样子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推翻原来的协议 当然我们还是觉得 蓝白合作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可能性 我们中国国民党也绝对会用最大的耐心 成心跟同理心来跟台湾民众党来协商 来完成最后的这一个临门一角 蓝白合作是国内绝大多数民众希望下架民进党的心声 我们绝对会努力到最后一刻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日前对蓝白合下最后通牒 明天就会确认结果 对此侯友宜今天是向柯文哲喊话 说我会等你到最后一刻 侯友宜说目前还是朝大家共同期待的蓝白合来走 柯文哲常常说他30秒就可以做决定 但是他是决定别人的生死 而我是一秒钟决定自己的生死 现在既然六成民众都希望蓝白合作 侯友宜向柯文哲喊话 我会等你等到最后一刻 等你想通了都在你一念之间 蓝白和现在濒临破局 赖青的晋总主委姚立明也酸 蓝白离婚事件真的是空前绝后 现在都已经登记了 却只有一组的候选人确定 更说如果这是两岸谈判的话 那就不是柯妈妈一个人哭 而是2300万人都在哭 我实在本来不太愿意去谈人家的离婚事件 合跟不合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政治问题 可是居然扯到了统计问题 然后现在又涉及到法律法条协议内容的解释问题 在我来看都偏提了 因为它其实只有一个问题 国民党跟柯文哲 不管国民党是猪还是马 跟柯文哲都互相幻想 对方可以欺骗或者可以摆平 用这种态度去谈判 各位想想看 我们怎么能期待 如果有一天他们任何一个人成为总统 面对两岸的谈判 可以签下那个字 那绝对不是 柯家的女生或者柯家的母亲会哭 或者柯伴的助理会哭 那会是两千三百万人都在哭 民进党总统称选了赖清德 20号与副手肖美琴合体亮相 而被问到大家关注的蓝白和议题 赖清德透露 原本以为11月20号左右宣布副手会是最后一组了 没想到竟然是第一名 结果我没想到 我们还是第一名 如果你以为赖清德是在说赖萧佩的民调第一名 那就too young too simple啦 总统登记昨天开保 但蓝白和持续卡关 柯伴哲宣布 以民众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参选到底 过台名阵营 减缝插针 试图拉拢柯伴哲组成可国配 反观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早就定于应尊 昨天宣布副手是萧美琴 赖清德说 去年一月就征询过萧美琴 但直到他今年四月正式被提名 萧美琴才答应 要求在完成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的任务之后才能宣布 让他称赞萧美琴很有责任感 我那时候在想说 那恐怕是要到十一月二十号左右了 那恐怕是 所有政党推荐的候选人组当中 我们会是最后的一组了 结果没想到 我们还是第一名 今年已经开始登记了 我们还是第一名 现在其他的政党 不要说副总统候选人 到底会总统候选人 会不会去登记都不知道 赖清德强调国人重视的不是蓝白合不合 或是点数让几趴 而是要选出一组最有经验历练最丰富的候选人 才能带领国家稳健底在民主道路上继续前进 蓝白和卡关而双方针对民调的误差范围 又这极大的落差 而国民党也喊出 本周三就是最后的底线 但是国民党的智库副执行长 戴宇文就呼应 要回约就直接喊出来呀 而科办的发言人 戴宇文则表示 会持续释出善意 林涛强调签约就代表承诺要毁约 必须直言坦诚不会 不必签多统计学原理 因为统计误差就是当初谈好的规则 民众党觉得不合理可以不要签 签完也可以马上反悔 对黄珊珊来说 可能只有自己赢才是平等的 而针对柯文哲日前宣示 以民众党总统参选人身份拼占 到底是否代表 没有猴科配的可能呢 戴宇文回应 我想科猴之间还是可以谈 我们希望团结所有可团结的力量 戴宇文说 民众党会持续释出善意 整合所有再也可以的整合力量 我们不会特别设下期限 更不会放任发言人 在外面随便骂人 我想这些都无助于 双方合作跟善意的堆叠 而戴宇文所指的发言人 就是指十九号批评柯文哲竞选总干事 黄珊珊的国民党智库副执行长林涛 明天就是蓝白河的daylight最后期限了 莫娜不晓得大家怎么看待蓝白河呢 我们现在在YouTube上也开了一个投票 来问大家 你觉得明天蓝白河结果会是什么 第一个会是侯科配 第二个是科猴配 第三个是侯友宇等不到柯文哲 那欢迎大家投票之外 可以留言写下你们的看法 那其实柯文哲他除了可以跟侯友宇合作之外 他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郭台铭 那柯文哲日前也有跟郭台铭进行密会 郭晋办发言人黄世修他就指出说 郭台铭和柯文哲其实持续都有商谈要如何合作 无论是科郭配或是郭科配都有可能 黄世修受访时表示 蓝白阵营整合因为统计学争议卡关 民众党为此遭到国民党的攻击 而受了委屈的柯文哲日前就到好朋友 郭台铭家中讨论统计学 黄世修指出国民党现在可能要走自己的路 郭台铭阵营也会做好登记参选的一切准备 同时跟柯文哲好好商谈 直到最后一刻再下决定 24号登记截止前任何结果都有可能 被问到柯郭配是否有可能 黄世修说郭台铭没有任何预设立场 柯郭配或者是郭科配等任何形式都有可能 谈判进程一直都在持续 只要柯文哲一点头 两个人就能攜手并肩合作 雞不过 人生扶 Control 我们俩庸所看看